吃吃体验一百种职业 今天是剧本山DM 这一天下来 我觉得我要精神奋略了 昨天通过我身后的表演功底 面试成功 现在起床准备去上班 哇 好装 再进了儿子 这工作有个好处 就是不用赶赶高峰 但是丝毫不影响地铁上没位置 新人的工作通常是出演NPC 你有可能是帅气的女侠 也有可能是风尘的游舞 而我 是你一个 犯 大量台词到 所以我刚来只能演 如果是恐怖本的话 那我就演 成熟的DM每天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带本 他们不带本的时候 可能在 但是只要有本 就需要在房间内 待上5到8个小时 吃饭的时间不固定 下班的时间也不固定 上厕所的时间 上 上 上 规定的下班时间是晚上10点 但加班到凌晨两三点也是家常便饭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 因为上班期间面对玩家 DM需要一直保持亢奋和热情 下班以后就 吃饭吃饭的什么都不想做 就想一个人安静呆着 而且女生半夜打车回家 其实并不安全 所以我想了个办法 上 师傅我们出发吧 嘛 啦 下班 你